原标题 安禄山干了一件大好事 结果被史书给抹吹了古代的时候 数以百万计的学子 寒窗苦读 摆手于紫月诗云圣人言 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进京赶考 百万级别的学子 经过基层考试层层选拔 有资格去京城参加进士科考试的举人 只有几万人 这几万举人 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伦之人 他们为了几十个进士民格 展开了一场惨烈的竞争 唐玄宗天保年间 有一次科举考试 参加的学子有四万多人 经过了激烈的竞争 到了放榜之日 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一个名叫张氏 因氏的家伙就金蚌提名了 他自然是欢天喜地了 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家伙 名洛孙山了 心里自然是不服气啊 读为马逊伟老师饰演的唐玄宗剧照 感谢原作者马逊伟老师那个落榜的家伙 只得垂头丧气地离开京城 那个时候迪世子除了科举之路以外 还可以门阴入室 落榜的那个家伙 没考上进士 只能靠门阴出任既令的官职 既令大人窝了一度责火 只好像让斯安路山大道苦水 张氏那个家伙 五股不分 四体不勤 陡大的字不是一箩 扁着倒了 都不知道是个一字 如此蠢才 因为他爸的张已是御史忠诚 就金蚌提名了 想我被寒窗苦读 提得满腹经伦 居然落榜了 实在是没天理啊 既令了怨言 被安路山听进去了 安路山派人调查 发现张氏确实是个不绝无数的大笨蛋 当时的安路山 主要身份是编辖 军人不得盖政 这是古代的一条铁律 按道理来说 安路山不应该管这件事情 问题的关键是 安路山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中书门下三品 唐朝的时候 实行全相制 官职后面加了 同中书门下三品 就算是宰相 安路山因为战功大 被唐玄宗挂了一个宰相的虚弦镇守边疆 安路山的宰相之位 虽然是挂名 但是也可以管一些朝政大事 安路山以宰相的身份 给唐玄宗写了一封奏章 报告了张日科举无弊的事情 唐玄宗大力推行科举 本来是想发现人才 让人才为国家效力 唐玄宗接到安路山的奏章之后 也是龙岩大怒 唐玄宗决定把几个中榜的晋士招进宫中 亲自示意使他们的才华 唐玄宗亲自出题 亲自监考 让晋士们当场考试 张氏原来考科举时候 是作弊的 这次在天子面前考试 他没法作弊 只能硬着头皮交卷了 晋士们交卷之后 唐玄宗决定亲自阅卷 唐玄宗拉开张氏的卷子 为什么是拉开不是打开呢 唐朝时候 书写用的是卷轴 那个时候的书 都是用卷来记述 唐玄宗拉开张氏的卷轴 看到开头没有字 只能接着往下拉 唐玄宗拉到中间 还是发现没有字 唐玄宗接着往下拉 一直把张氏的卷轴拉完了 还是没有字 这件事情 就算历史上 著名的夜白事件 图为张金生老师饰演的 《安禄山巨照》 感谢原作者 张金生老师唐玄宗 发现张氏是个白卷进士 当真是气得蹊跷生烟 唐玄宗派人调查 发现主考官吏部 侍郎宋摇 受御史中成张乙之托 炮制出了夜白尽势 唐玄宗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宋摇被格军立布施郎一指 贬去武当军当太守了 张乙也被格军御史中成之位 贬去淮阳当太守了 唐玄宗为了羞辱张乙 还下发明照批评张乙 这份明照的大致内容是 张乙教子无方 交出了夜白尽是张氏那样的蠢货 科举考试的时候 又托官爷走后门 这样的人让朕太失望了 朕只能让他有多远或多远 把他贬去外地当太守了 夜白尽是一案 让张家父子成了历史笑柄 也让安禄山收获了世子们的一致好评 安禄山因为这件事情 成了大唐世子们敬爱的好宰相 问题的关键是 在夜白尽是案发生十一年之后 安禄山起兵造反了 世子们敬爱的安禄山安宰相 成了断送大唐盛世的千古罪人了 中国传统文化 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就是喜欢把人分成好人和坏人 一个人一旦被贴上坏人标签 他无论干了什么好事 都要被抹黑 安禄山造反之后 几乎所有的史书 都把安禄山揭发夜白尽是案定性为 讨好唐玄宗 是以知妖宠的举动 图为黄秋生老师饰演的唐玄宗剧照 感谢原作者黄秋生老师在我看来 人的野心是随着实力的增强而膨胀的 想当年 安禄山没有造反的实力 他未必有造反的想法 安禄山敢于揭发科举舞弊案 未必是为了讨好唐玄宗 而是出于宰相的使命感 这件事情 安禄山可以说是主持了正义 可以说是办了一件大好事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未窜石 中国人看人 喜欢一罐子打死 你是坏人 干什么事情都是坏的 在我看来 这种辩证思维有问题 举个例子 曹操在邪天子以令诸侯之前 曾经为了汉室江山出生入死 遍水之战 讨伐董卓的各洛诸侯都果足不前 只有曹操和抱歉奋勇前进 曹操在遍水打光的家底 自己也中了一届 差一点就死瞧瞧了 从遍水之战的表现来看 曹操一开始绝对是想光伏汉室 至于后来的事情 那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 曹操后来被定性为奸相 但是他一开始肯定是想当一个知识之能臣 同样的道理 安禄山确确实实是一个乱世之罪魁祸首 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 问题的关键是 我们不能因为安禄山是坏人 就否定他所做的一切 就像我们不能因为曹操是乱世之奸贼 就否定曹操的正面作用一样 安禄山揭发叶白进士一世 我把它定性为正义之举 大家没必要因为安禄山是坏人 就否定安禄山干的这件好事 参考书目 资质通鉴 心就两堂 书安禄山世纪 随唐老师系列贴文 由王福星原创 马自不易 请尊重原创 未经授权 严禁转载 本人已经和维权公司签约 委托维权公司代理维权 未经授权转载者 维权公司会代表本人维权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Jepapa Jepapa 和维权公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